胆汁有肝分泌 分泌之后会暂时储存在胆囊里面 当有需要的时候 胆汁就会经胆管流入十二子层 胆汁含有胆盐 胆盐能够将脂质乳化成细小的油滴 这个变化大大增加了脂质和脂肪酶接触的表面积 加速消化 在实验室 我们可以利用胆盐溶液和食油 来展现这个乳化效果 首先 在两支装有一粒方厘米食油的使馆里面 分别加入十滴胆盐溶液 和十滴蒸馏水 容室将使馆盖好 然后遥动使馆十秒 之后让使馆静置五分钟 我们可以见到 油和胆盐溶液混合之后 会形成乳作物 而油和蒸馏水就不能够混和 油浮在水上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